民法的成人年龄从现在的20岁调休为18岁 男女的结婚年龄统一修正为18岁 民法的成人年龄跟刑事责任的完全责任年龄是一致的 今年总共院会通过的14个部会所提出的38项的法案 那这是一个包裹式的提案 那我们的修正重点呢 是在第一个民法的成人年龄从现在的20岁调休为18岁 下休条件为18岁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民法男女的结婚年龄统一修正为18岁 现行法的男女的结婚年龄不同 男性是18岁女性是16岁 统一为男女性都18岁 世界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 有110个国家 他们所采用的成人年龄都是18岁了 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潮流 此外呢 那因为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对民法的成人年龄定为20岁 跟其他的比如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 就是定为18岁的完全责任年龄 有落差 在这种情形底下 有点权责 不相当的情形 所以也利用这次的修法 都统一为18岁 这民法的成人年龄跟刑事责任的完全责任年龄是一致的 对于各法律面对年龄权利义务规范不一 法律上对意见称之的部分盘点 由政府一次到位来修正 那严理38项法律的修订 希望我们在修宪之前 也让民众觉得政府已经先做好准备 好准备